女团出道成功以偶像身份活动 现在在综艺和戏剧圈努力发展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男生们喜欢的白痴美范本 Yula 本名金雅英 1992年11月6日出生于卫山 学生时期她就在居住的地区 以脸赞之名 她的同学表示 许多男同学为了看她一眼 都会聚集到美术学院 当时韩国流行的线上交友网站 SpyWord 里面就有个介绍连赞的版面 而她的照片一被放上去 就有大约60间大小经纪公司 以及相关人士来联系她 她的梦想是当画家 所以高中时就选择艺术高中的美术科 有天她突然看到自己跳舞的幻影 之后便把梦想改为当偶像 不过那时她已经高三 要转换道路已经为时已晚 不过她也是不放弃 并下定决心要在上大学之前 要成为偶像 她就从联络上她的众多公司中 选了一个能最快出道的公司 并开始当练习生准备出道 其中她换过一次公司 之后当了一个月的练习生 就以女团Girl's Day正式出道 当时其实有比Girl's Day的公司 更大的FNC联络她 但是因为她一心只想赶快出道 所以放弃了机会 而那时FNC正在准备的女团 就是AOA 之后也有很多人表示 当时如果她去FNC 可能会发展得更好 2010年她们刚出道 就有两位成员退团 没几天就加入了Yula和惠丽 因为是新公司 所以在整个团队和执行力 以及决策力方面都稍显不足 一开始团体并未受到关注 之后靠活泼可爱的曲风 稍稍打开了知名度 又有成员再次退团 经历许多波折 因为没有变化的风格 也让她们的人气止步不前 之后尝试成熟小女人形象 才开始起了变化 之后也跃身为 性感女团的代表之一 从默默无名到站上顶峰 足足花了四年的时间 而她们多变的风格 也成功抓住了许多男粉丝的心 成员们也各自开始展开活动 非常活跃于演艺圈 她在出道前曾换过公司 但转移的过程中有点争议 前公司主张 Yula是无端离开 因此要求她不能出演任何节目 还打上了官司 但Yula方面主张 前公司没有遵守合约上的条例 她的离开也都符合程序 最后法院判定Yula放无罪 这件事对新人来说是非常冲击的 但还好当时公司有做好应对 Yula现在才可以顺利 继续在演艺圈活动 Gross Day的性感美中心就是Yula 在团中她的身高高 身材又好 特别是她腿部的线条 特别漂亮 公司老板还劝她 加包美腿保险 一开始听到的时候 还以为是开玩笑 没想到有天真的有保险公司职员 来帮她量身体 并帮她保了大约 1200万台币的腿部保险 和她漂亮时髦的外貌不同 她其实非常可爱 有黑洞 刚出道时 公司为她打造了不同的人设 所以导致她在节目中 都无法好好发挥她的魅力 不过2012年 她出演综艺 披头四密码时 完全展现了自己的个性 她也收到了 很适合出演综艺的评价 不过从好方面来看 她非常的单纯 独特 但缺点是在 无法预测状况的综艺中 她的反应有点偏慢 但她不自觉会出现方言 和独特的笑声 都为她的综艺感 增添不少分数 因为从小就开始学美术 她公开的画作 水准都非常高 在节目上也能看到她画画 也曾以本名 开设个人展 就算当了艺人 她还是能将过去的专攻发挥 以画家的身份活动 在个人展中 可以看到她和平常节目上 活泼可爱的样貌不同 可以看到她艺术家身份 展现出比较真挚的样貌 2020年底她也开设了公开个人作品的网站 可以透过网站购买她的画作 而她表示 虽然自己没有创意的画作 但很会看风景或物品写生 2012年开始她就有戏剧活动 2013年虽然出演了超人气作品 但因为在剧中 饰演几乎没有存在感的角色 所以没有受到注意 她出演了 《爱情和战争2》 《偶像特辑第3》 剧中她跟水晶男孩成员张水苑 饰演对手戏 而张水苑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角演技 引起了旋风 因为像机器人般念台词的尴尬演技 逆势爆红 让张水苑收到了许多综艺节目的邀约 偶尔Ula也就会被强制召唤 稳定的演技也让她出演了不少网络剧 现在主要是在电视剧中担任配角和女儿 戏剧活动算是非常活跃 接下来她也会出演电视剧《现正分手》中 在剧中饰演高人气网红 明年将上档的电视剧《气象厅的人们》 设内恋爱残酷史篇 剧中饰演《气象记者》 预计在2022年上档 有兴趣的粉丝尽情期待 团体获得人气后 她也开始出演各种综艺 她的综艺感在任何状况下都能有好发挥 也给主持人们很好的素材 在各方面都受到认可 因此她也参与颁奖典礼或大会的主持 也曾担任综艺的固定主持人 而最近在人气网络艺换成恋爱中也有好表现 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 在偶像、戏剧、综艺方面都有好发挥的她 未来也期待可以在综艺圈耿活跃 以上就是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 拥有多重魅力的Yula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